我的幼稚園老師就跟我媽媽 打電話跟我媽媽講說 你可以叫你兒子不要在學校娘娘腔嗎 這樣會影響到其他同學耶 我那時候幼稚園應該是六歲吧 五六歲 當我媽媽跟我說 老師說你在學校娘娘腔 我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接收到娘娘腔 但我不懂是什麼 勇敢綻放其實 因為我在音樂路上努力了 今年已經是第13年 然後其實勇敢綻放它代表的是 我的人生的經歷 還有我在追求音樂理想上面 所遇到的挫折點點滴滴 然後終於皇天不復苦心人 在最後我努力了12年 在去年的時候 終於累積成一個美好的作品 然後當你把這個 當你完成了你的這個目標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 你對自己的勇敢 也是對你理想的負責任 然後當你的作品推出的時候 那一刻你就是綻放了 所以我覺得勇敢綻放的這個名稱界 是我想的 它是我用我的生命經歷去寫出來的音樂故事 那我也希望說勇敢綻放是可以鼓勵著 更多在生活裡面追求理想的很多朋友們 即使現在沒有搭乘 但是不代表你做不到 繼續的堅持下去 有一天你會跟鑽石一樣發光 一樣像美麗的花朵一樣綻放 喔 最大的困難喔 我這張專輯我做了三年喔 你看我在音樂路上努力那麼久 然後做了三年為什麼 因為我從創作 從製作 一路到發行 每一個環節 我都親力親為的參與 自己當企劃同仇 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所以從一開始從創作的時候 有很多我對於專輯的概念 還有每一首歌曲的想法 然後我邀約我這些年 我們結識的很棒的音樂人 製作人老師一起來討論 那因為每一位製作人 像馬鈺芬老師啊 張謙君偉老師 楊子谷老師 他們都是華語音樂 天王天后御用的製作人 他們時間非常難瞧 然後有很多是我跟他們 一起共同創作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我的靈感 需要整理跟他們去做討論 然後有蠻大的部分是 我自己在創作的部分 我不是專業的辭取創作者 但是我需要花一段時間 去整理我的靈感 所以我覺得有很大部分是 在前置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有很大的 也不能說是困難點 我就會覺得說 這些都是這張專輯 每一首歌為什麼可以 那麼有生命力 他必經的過程 這張專輯裡面有一首歌 很特別的 是 那這首歌是寫到 非男非女四男四女 可以跟我們分享這首歌 因為它很特別 跟金剛精有關 是 說到金剛精啊 很多很多 我發片之後 我上很多節目 然後很多主持人在問我說 什麼是非男非女 四男四女 那為什麼會跟金剛精有聯繫 其實因為我本身比較中性的這個特質 從小到大其實經歷過蠻多不一樣的狀況 可不管是被嘲笑或者甚至到霸凌等等 那我對於我自己的自身的狀況有很大很大的疑問 但因為我小時候就喜歡去翻經典來看 那長大之後有機會接觸到了金剛精 而仔細的去了解金剛精的含義之後 我好像在金剛精裡面得到關於我自己性別特質的答案 所以很多人聽我的歌 或者看到我的外型 都會覺得我應該是很中性的女生 或者聽我的歌聲 你沒有看到我的人 人家直覺應該都是女生 但是我 確實我的生理性別是男生啊 對 所以我實這首歌其實主要是在寫關於自我認同 接受一個全然的自我 那為什麼會有非男非女跟四男四女 每一個人天生下來 你女生俱來的這個特質 他不應該被歸類於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就不能很漂亮很溫柔嗎 女生也可以非常勇敢堅強啊 所以我才會把非男非女是男是女的這樣的詞 寫進去我的歌裡面 特別是金剛精他的四句記 他其實是在講述說 我們世界上的萬事萬物 他的本質其實是空性的 他不應該被貼任何的標籤 不應該被說男生就該有男生的樣子 女生就該有女生的樣子 那這樣其實你就可以去反問說 那男生每個人的標準的樣子都不一樣啊 那什麼才是正確的標準 是沒有 所有認定都在於我們的心 所以你說我說非男非女是男是女 很多人也會問到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觀世音菩薩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觀世音菩薩非男非女也 他有不同的法項 對他其實是在於我們的心 如何去認定他 他就會是怎麼樣的樣子 可是他的內在本質 他所有的特質 他是不會被貼標籤跟歸類的 因為你的性別氣質比較溫柔 然後你曾經有被霸凌的經驗 大概是在多小的時候 說到霸凌經驗喔 我真的一有印象就是幼稚園的時候喔 我的幼稚園老師就跟我媽媽 打電話跟我媽媽講說 你可以叫你兒子不要在學校娘娘腔嗎 你這樣會影響到其他同學耶 我那時候幼稚園應該是六歲吧 五六歲 當我媽媽跟我說 老師說你在學校娘娘腔 我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接收到娘娘腔 但我不懂是什麼 我只覺得我在學校就是 我自然而喊善發出來 我跟同學講話 跟同學互動 跟同學玩 我並沒有要刻意的去強調什麼 所謂的女性化 為什麼沒有啊 那為什麼在老師的眼裡說娘娘腔 我就開始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到了國小一二年級 在學校 就我同學開始笑 哎喲娘娘腔你好噁心喔 然後甚至比較難聽的 會直接說 你是死同性戀啊 你在死gay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難聽的字眼 但因為我 我的個性本來就 比較溫柔 我不會受自己柔弱 因為我覺得我內心很堅強 我比較溫柔 我不會去反抗 很多事情我都是默默地去承受一切 但是我也為我自己做努力 我覺得很多時候不用去 不用去急著在現在去做fighting 就讓時間去證明一切 所以我都是默默忍受默默忍受 國小 大家覺得我用言語 這樣佔你便宜欺負你 你都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那越來越大 到了國中 到了高中 言語霸凌 對我來講我都覺得 我聽聽就算了 到最後人家就開始肢體霸凌來了 而這些肢體霸凌甚至到 造成我非常陷入一個很深的憂鬱封閉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有速度想要輕生 而且非常非常討厭自己 不管是到國中的時候 被同學進去男廁上廁所 然後同學就會大聲的嚷嚷說 哎呦你應該去女廁才對啊 然後一大堆調皮的同學 就把我拖去女廁 不然就是鎖在側肩裡面 那國中的時候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被鎖進去側肩裡面 然後外面一群男同學 隔壁班的把門壓著 然後側肩上面天花板不是都會空的嗎 開始拼命的灑水啦 然後丟那個廁所裡面掃地用具 往裡面一直丟啦 那外面就一直 呃 嘲笑一些嘲笑我性別 陰柔 涼涼腔的這些不好的話語 就開始瘋狂羞辱我 而且我當時其實 也沒有講到他們去哪裡找到粉筆灰沾水 哇 從上面一直丟 所以直到上課中小 大家一哄而散 而我出來我全身都濕透了 而這些粉筆灰全部都卡在我身上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說我為什麼 因為我的性別特質 為什麼要受到這些狀況 那其實一直到高中其實沒有改善 高中甚至是 呃 同學動不動就會把你當出氣筒打你 然後印象最深刻 而且是徹底讓我內心崩 崩解掉了 就是在百人的籃球場上 直接被脫褲子羞辱 而且這個脫褲子是連內褲都脫掉 那場上有老師 我其實當下被脫褲子的時候 我腦筋完全一片空白 我來不及反應 當我眼睛看著老師的時候 老師也正在看著這一切的事情發生 沒有過來阻止 而當我有意識回過神的時候 我旁邊圍繞都是同班同學 不管男生女生 全部都在嘲笑的 然後講得超難聽耶 都用那個台語說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LPE之類的 等等的話 就是說 哎呦很噁心啊 啊就是誰叫你要這樣 阿扎沒體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一件事情 讓我徹底的 呃在高中的時候 陷入一個很很大的憂鬱狀況 也是在高中的時候 是幾度非常非常想要 上天堂的時候 所以你曾經說過 音樂有陪伴你走過第一場 就是大概是這個時期的時候 嗯 其實我小時候就非常愛唱歌 呃我是南投鄉下人嘛 那大家知道中南部鄉下可能都有廟會啊 婚宴啊 都會開放給人家唱KTV 卡OK 我外公就會帶著我四處去唱 然後大家就說 噢妳說我剛剛有搞回來 妳聲音很棒 然後我外公就很很 魚有榮焉 那我小時候就 記得在台上唱歌是很開心 我又喜歡聽音樂 只是我沒有想到說 在國中高中時期 我生活上面遇到了這些不愉快的經歷 所以我求助老師 老師也沒有幫我 學校的同學也排斥我 也排擠我 那我唯一的情緒的抒發管道就是 放學之後躲在房間裡面聽音樂 所以在那時候我聽好多好多 不管是當時的國語流行歌 台語歌 東洋歌 西洋流行音樂 古典樂 我全部聽 因為我覺得 在當時在音樂世界裡面 可以讓我暫時忘掉生活當中 在學校有那些不愉快的經歷 那 所以當時唯一就只有音樂陪伴著我 也療癒著我的心 那即使說這些歌也不見得是 也不見得都是說什麼 什麼心靈音樂或什麼 它可能就是一個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歌曲 或者是一些情歌在講愛情之間的受傷的狀態 但是當我聽這些歌我就會覺得 唱歌的這個人 他一定沒有想到他的歌 現在正在療癒著一個受傷的靈魂 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 音樂真的是陪伴我度過一個非常封閉憂鬱的狀態 也是在那段時間 我大量的吸收 又統整了很多音樂的養分 所以我都覺得說 現在我能夠走到這一步 然後成為一個發片的歌手 小小有一點成績 也都是這一路以來 在我的生命當中遇到這些挫折 然後音樂的陪伴 很多的養分滋養 才能累積成現在的我